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幅度大约是0.6% 大盘是收在6646点 中国方面 上海和深圳大约也都有0.4%至0.5%的涨幅 上阵指数收盘在2999.6点 距离3000点不到一个点的距离 深圳方面同样大约涨幅为0.46% 在欧美方面 英法德平均涨幅在0.1%至0.4%之间 美国三大指数在上周五有轻微的上涨 道琼斯指数涨幅0.3% 科技指数纳斯达克下跌0.1% 大盘500标普最终是上涨0.1% 那么在股市以外地区 黄金价格由于股市的连续上涨而出现回调 目前一样式黄金报价为1505美元 距离最高点的1550美元下跌大约是3% 另外 数字货币比特币目前价格稳定在10300美元附近 石油价格则回升1美元 目前报价是56.90美元 那么在今天的热门话题中 我们首先来重点来说一下的是上周五 中国央行公布的降准信息 那么中国央行公布的这个降准和澳洲在6月和7月的降息有什么区别呢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在上周五呢 中国央行是正式宣布全面降低中国商业银行的准备金 并且呢 释放出大约是价值9000亿人民币的这个流通货币到市场上 那么在官方的声明中呢 也说到 为了刺激经济 特别是扶植小微企业和民营企业的发展 因此呢 央行决定在原有的基础之上呢 降低这个商业银行准备金达到0.5% 在全面降准同时也有1000亿人民币大约是定向降准 那么可能朋友们要问这个中国采用的降准之到底是一个是什么操作啊 和澳洲使用的降息有什么不同呢 那么降低准备金它的全称其实是叫做降低存款准备金 什么叫做降低存款准备金呢 我们举个例子就是 比如我们存到银行100块人民币 那么假设呢 按照20%的存款准备金要求的话呢 这每100块钱的存款啊 每一家商业银行需要向央行的上交20块钱的准备金 这20块钱呢 就是央行集中啊 集中起来呢 预备一些啊 当时这个贷款太多啊 那么如果有很多人要在短时间啊 取钱这个时候要是没钱怎么办呢 那么这个准备金就是用来防范这些风险啊 所以说如果在80块钱里面啊 这我们存的100块钱 剩下的80 商业银行呢 可以用来放贷 也可以用来做其他投资啊 那么如果现在存款的准备金降低0.5% 也意味着我们存进去的100块钱 银行可以动用的钱从原来的80上升至了80.5%啊 上交的这个保证金比例从原先的20块钱呢 降低至19.5啊 别看呢 100块钱只相差五毛钱 那如果是一个亿 100亿 1000亿 甚至于一万亿 这0.5%的差别 那就是相当大啊 换句话说呢 简单的来说 就是通过降低0.5%的比例啊 市场上将会增加啊 现在银行所有存款中 多了0.5%啊 那么这个和我们澳洲六月和七月连续两次的降息有什么不同呢 首先降准也好 降息也好 它都是为了刺激经济啊 但是它所用的方法略有不同 降低准备金呢 通常来说啊 它是通过增加市场的流动量 也就是市场上存在的货币会更加多 来这个增加货币的使用率 但是从降息来看的话呢 它是降低这个货币的标准存款利率 换句话说就是降低了它放在银行里的这个投资回报率 从而呢 鼓励大家少存钱 多花钱 多贷款 但是它并不会增加市场上钱的总数 所以相比较来说呢 一个是增加人们的这个贷款的动力 另一个呢 则是增加市场上钱的数量 来最终呢 达到降低贷款成分 所以两者呢 在功能上 是最终的目的上呢 都是为了刺激经济拉动消费 但是的路径或者说方法是略有不同 但是不论是降准还是降息 都对于这个货币会产生一定的下压效果 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呢 从6月和7月降息来看 澳元呢 也是持续的下跌 那么人民币目前为了刺激经济 采取暂时的是降准 未来将有可能会有更多的降息举措 也同样会给人民币的价值呢 带来一定的压力 因此在目前这个降息和降准 或者叫做刺激经济的手段情况之下 那我们就应该知道 只要一个国家使用货币政策 在刺激经济 那么它货币的价值 肯定会受到长期的影响 好了 我们再来看一下第二点 我们看到呢 上周五中国一旦宣布降准之后呢 澳元 包括澳洲的股市都出现了大涨 这到底是有什么关系呢 那么刚才我们说到呢 这个降息和降准 其实呢 它都是为了刺激经济 换句话说呢 通过这些措施的实施 可以提高市场和人们对于未来的期望值 本来觉得可能经济增长的 假如是1% 通过了这个刺激手段 大家可能会把预期提高到1.5% 甚至于2% 这个预期的增加 也会反映在不同的产品上 尤其是金融市场 那么澳大利亚和中国的关系 又是非常的密切 因此中国经济增长 很大程度上就会帮助到澳大利亚的经济 间接实现增长 所以股市上我们一直说到呢 股市和汇市反映的是不是过去 不是现在 而是未来 那如果未来好了 或者说这个未来这个饼啊 化的足够大 足够香 那么投资者呢 现在也愿意为此而买单 因此我们看到呢 在上周五中国初步 发布了这个降准的消息以后 不但是中国股市得到提振 就连澳洲的股市和澳元 也同样获得了很大的提升 这就是呢 由于两国密切的经贸联系 所以说在从长期来看 我一直跟大家说 虽然我们知道现在中国也好 澳洲也好 它的消费在下降 经济有下行的风险 但是只要两国不断的出台政策 刺激经济 刺激股市 那么相信在未来 六到十二个月的时间里 股市的上涨还将会继续持续 那么之后怎么办呢 六到十二个月以后 这个时间段 这个时候我们就要看呢 我们之前说到的啊 这个饼啊 它到底是化出来的 还是烤出来了 如果只是化出来的 只能满足一时之需 只有真正把这个饼烤出来 能够让我们吃到 让投资者肚子满意 那么股市的长期上涨 才有所保证 以上呢 就是今天我们GoMarkets 给大家做的这个 关于降息和降准的分析 欢迎大家到 如果有更多的疑问的话呢 可以来墨尔本 或者悉尼我们的线下活动 您可以点击我们视频下方的报名链接 参加我们每个月 在不同城市举办的线下活动 好了 感谢您收看今天GoMarkets 每日财经快讯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